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三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岁小孩的故事 映入眼帘的是刚过完三岁生日的皮糊 他醒来后嚷嚷着 妈妈我要喝水 可一旁的妈妈并没有理会 随后他稚嫩的喊着爸爸 可还是不见回应 于是他抱着玩具小熊颤颤巍巍的走下楼 发现客厅没有爸爸的声音以后 他想去外面玩耍 可再怎么努力都离门把手插那么一丢丢 于是又朝着楼上走去 在拐角处他发现水龙头没有关 看着哗啦啦的流水 他拿起小凳子打算去关掉 可还是够不着 于是他来到屋子打开电视 看着电视上的人再隔再无 他也跟着奔奔跳跳 还叫妈妈一起来跳 然而妈妈依旧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下皮糊有点着急了 开始哭闹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起来 他寻声望去发现自己够不着 于是下楼去搬凳子 可走到一半时电话没了动静 之后他来到妈妈身边 可不论他怎么哭喊 妈妈还是一动不动 皮糊爬上床使劲摇晃妈妈的胳膊 结果一个药片从妈妈手中滚到了地上 白色的药片洒落一地 原来皮糊的妈妈吃安眠药自杀了 可幼小的皮糊怎么会明白这些 虽然他很乖巧但毕竟只有三岁 还傻傻地问我可以吃吗 关键时刻电话再一次响起 这次他终于摸到了电话 可不小心掉到了柜子底下 电话里传来了爸爸的声音 原来是他们吵架后妈妈选择了自杀 说完后他听到了皮糊的声音 瞬间切换温柔模式 说了几句后便挂掉了电话 随后皮糊看到了妈妈脸上的伤痕 他想用面霜涂抹 于是来到梳妆台前翻找 这时我们从镜子中看到了妈妈用口红留下的遗言 随后皮糊拿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到处涂抹 看到电韵斗冒烟后 他好奇地碰了碰 结果被烫的娃娃大哭 他去找妈妈最后哭的哭着怕在妈妈身上睡着了 醒来后皮糊有点饿 他想喝牛奶结果撒了一地 他想吃烙饼结果不会操作微波炉 烙饼变成了焦炭 于是他打开煤气灶想用火烤 可他不知道怎么熄火 就用嘴巴去吹 没有吃到烙饼后 他开始对冰箱里的食物动起了念头 好不容易吃了一些蛋糕 没那么饥饿后又打算钻进冰箱玩 结果差点因为力气小出不来 此时地上一片狼藉 各种危险充斥着房间 没拔掉插头的电运斗 没关火的燃气灶 还有一直流水的水龙头 这时爸爸的电话再次打来了 他让皮糊把电话给妈妈 可依然听不到任何回应 挂掉电话后 皮糊玩起了自己的玩具电话 可电话线缠在桌子上 随着他的拉动 电运斗倒在了垫子上 接着皮糊看起了电视 结果正看的开心时没了信号 于是他学着爸爸的样子 摆弄了几下电线和插座 索性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此时水还在流 煤气灶依旧燃着 电运斗冒着丝丝清烟 玩累了的皮糊 就在这样的情景下睡着了 后来电话声惊醒了他 此时厨房的警报器炸了 看着烧坏的电线 以及满地的水 皮糊吓得哭了起来 听到楼下小伙伴们 嬉闹的声音后 他爬上阳台 站在栏杆上往下看 就在他随时都有可能 掉下去的时候 以为阿姨及时把他劝了下来 最终爸爸打电话过来 皮糊让爸爸给自己讲故事 说妈妈还在睡觉 这时爸爸才一时不对劲 便让他不要挂掉电话 可手机恰好没电了 最后皮糊的注意力 还是放到了安眠药上 一连吃了好几颗 不一会儿就沉沉地睡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房间里的浓烟越来越大 水也流到了外面 当爸爸冲进屋 看到眼前的场景后 大声哭喊着 找不到皮糊的身影 他陷入了绝望 一个劲儿地 对妻子说着对不起 可就在这时 床底下传来 皮糊稚嫩的声音 他正在用积木盖房子 有人说 这是爸爸的幻觉 但我更希望 这是真实的一幕 这部电影 从头到尾 都是一个小女孩在演 对于她来说 烧得通红的电运动 杂乱的电线 妈妈的药片 燃热的煤气灶 阳台上不是很高的护栏 这每一个场景 都是极度的危险 有人说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做母亲呢 也未免开狠心 可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总能成为 压死他们的 最后一个闹草 影片中的爸爸 显然是整个事件的 导火所 虽说在外仓 劳维持生计 但也犯不着 对妻子恶言向 甚至动手 如果多一些关心 多一些理解与包容 我想也不会酿成惨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本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